貧窮人家 這個困苦的人家 家裡繁松書 2萬塊不足 真的是嚴重不足 那西洋啊 發明死亡 或是意外死亡 通通都是一致的 一致性的 那真的是需要的 社會底層真的是需要申請的 另外我們再弄一個極難救助 讓這些啊 我們這些啊 有需要的民眾來提出申請 我覺得是這樣是比較合理一點 我想金融市政府要進步 當然有一些啊 有一些這些條例啊 需要做一些修正 做一些修正 如果 我們如果還是跟過去一樣 得亡顧慰問金這樣再發放的話 我想沒辦法 沒辦法得到說 民眾啊 有這個公平正義 公平正義 沒辦法得到大家的一致 另外就是說 市政府啊 在辦理這個啊 這個 廣告委員金啊 我聽說這幾年啊 保險公司啊 也都不來承保 因為啊 這個我們每年大概兩千多件的死亡案例 兩千多件啊 保險公司算不得好啦 沒辦法賺啦 沒辦法賺 現在都是市政府啊 市政府啊 自己在發放的 不是保險公司啊啦 是不是啦 處長 是不是這樣 好像是市政府啊 從 102年開始就是市政府啊 自己在那個 再辦理 然後 而且啊 多次都流標 很多次的那個 每年啊 招標啊 很多廠商啊 很多這些保險公司 都不來市政府投標啦 變成市政府啊 要去承這條 承這條 承這條 這麼多 這麼多 那我想市政府預算真的是有限啊 有限啊 如果做這些調整啊 衛償不是很好 另外我在看到這個修正條例啊 把這個窗口啊 改為單一窗口 也是很好的一種現象 我們過去辦這個 吉蘭救助啊 辦這一些啊 商障補助的部分啊 你 商家 你要去区公所 去平基 去 你拿你的死亡證明書 去附贈機關 申請儲戶騰本 儲戶騰本 申請好了以後 你拿了儲戶騰本 又拿了死亡證明書 還有你個人的那個身份證 印本 還要帶印章 還要戶口名簿 去工作去辦啦 商障補助 那現在不用啦 現在直接你就一張啊 死亡證明書直接到 戶政事務所請領啊 這個 商障補助 然後他單一窗口受理 直接啊 將來社會處 直接 匯款就直接匯到 匯到你的褲頭上 很快 你不用怕 副公所 還要怕 貨政事務所 然後再向這個 李幹事申請 申請以後再轉到社會處去 社會處啊 那邊 好了以後 再把錢撥到去公所 等於說啊 那個時間上啊 跟手續上啊 時間不但啊 也長 而且手續上啊 也多了很多不便 那新的條例 我跟他看一看啊 這個很好啊 我們窗口現在是一致性的 只有一個 庫政機關來受理 如果這樣的話 你給這些送家喔 他不用這樣齁 這個勞遠奔波 如果要去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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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去找家 還要去找家 所以我覺得說 社會處這種設置啊 也是非常好的 會考慮到我們市民大眾 不要讓他這樣齁 找來找去 這樣齁 單一窗口受理 然後單一窗口就核准了 我覺得說這個修正條例啊 真的是非常符合啊 我們市民的需要 所以本席啊 真的是非常贊成啊 也非常同意就是說 社會處這種做法齁 好 把個意見 接下來我們請韓良吉韓議員 再請劉強邀議員 謝謝主席啊 我首先要問 我們有哪些這個 我們便利的項目 在這個行政院主計處 他認為是預警項目 我們基隆市有哪一些 哪一些是預警項目 待會我要聽到這個結果 我才有辦法繼續問下去 第二個來說的話 單一窗口 便民活動 這是政府應有的作為 所以今天這個事情 本席非常認同 能夠由這個 護政事務所直接發放的話 讓民眾取得死亡證明後 他就很迅速很快 就可以完成他這個項目的工作 這是很好的事情 所以值得加許 值得加許 應該修改 應該修改 不過呢 針對這個 我們12萬的部分來說的話 這是一個 我們對商障的慰問 慰問不是補助 很多同仁可能誤會 補助金 他可能有高有低 或怎麼樣 慰問就是不一樣 他因為意外身亡 所以跟自然死亡 他受到的慰問 應該是有所不同 應該有所不同 所以這個條例 在當年是本席 以及王翔忠王議員 特別提出來這個案子 然後我們希望的是 因為我們有很多 所謂的 我們的這個 當年發的 所謂的老人 生活補助費 然後我們齊頭視頻等的去發 然後呢 我們視頻朋友 如何受到政府 其他的照料 其他的照料 所以在這整個來說的話 對基隆市來說 是一個很獨特 當年是很獨特 到後來不獨特 當年很獨特的一個做法 所以呢 本席仍然是認為 我們應該了解 有哪些預警項目 第一個 是不是排擠到我們所有預算 會造成我們預算困難 有哪些科目 哪些科目情況之下 我們依照優先訊去考慮 對全民的福祉的部分來說 我們應該是盡可能保留 盡可能保留 不要因為預算的排擠 或者預算的緊縮 所以呢我們對全民的福祉 我們造成任何的一個一個處理 這是很不當的行為 所以本席是認為 這個如果對本市的預算 不是那麼大的影響的情況之下 應該予以保留 所以本席非常認同 秦議員剛剛提的 這個乾脆退回 謝謝 好接著我們請劉長要由議員 謝謝 謝謝 所以反对不是这个法它的利益的问题 因为这个法它的利益良善 但是它的立法的过程内容是有问题的 它是一个四不像的怪物 一个四不像的怪物 它大概是分为两个 一个说自然死亡就是2万 如果是意外死亡就12万 大概分为这两种 我为什么说它怪物 等一下请市政府回答我 这个到底是社会救济还是社会福利 到底是社会救济还是社会福利 一般现金的几乎 几乎都用在这两个地方 一个社会福利一个社会救济 它是不像 它既不是社会福利 又不像社会救济 因为它没有排他条款 看起来好像社会福利 但是那给付又有不同标准 看起来又像社会救济 社会福利就齐头式的嘛 大家都是同一样 不像社会救济是给有需要的人 好 刚刚我们司宴也有举例过 脚架有两个市民 一个是家里经济环境还不错的 他意外死亡 你12万 今天一个经济情况很差的人 他也意外死亡 也里12万 请问这公平吗 这公平吗 话有说回来 一个经济情况很好的人 因为自然死亡0.2万 一个经济有困顿的人 他自然死亡也0.2万 这算什么公平正义 这算什么公平正义 这么烂的自然款 当初我反对 我看好像很没有人提出意义 难道我们议会 在审裁一二是用这种态度吗 人最基本的社会福利 跟社会救济的婚言都搞不懂 我们选顺有这么差吗 我不相信 我想大概是大家没有注意 去考虑到这个问题 我想我们选顺都很高 为什么保险公司保不下去 很简单嘛 这就是我们后面没贪 那也没有关系 假如说市府必须要借贷 来帮助市民 有需要的话 那也应该去借 但是里面明显 明显显然是有瑕疵 是有瑕疵 所以要把定位搞清楚 到底是社会福利还是社会救济 都不像 对不对 都不像 啊 这种条例 竟然还可以通过 竟然还可以实施 当然附带的也脱缓了我们一些财政 钱要花在打口上 我们所有的市府府的这个财政 全部是来自于人民的血汗钱 既然不公平 市民会答应吗 既然不符合正义 市民会答应吗 我看是我们自己在答应 自己自我感觉良好 市民会答应吗 更严重了 我们凭什么扛他人之凯 把市民的纳罪人拿来当好人 这是最没有作为的政府 最没有作为的公务员 才会定书这种烂七八糟的条例 之前的社会社长我有问到这个同样的问题啊 很多人有在这样问啊 我请问这到底是社会忽利还是社会救济 没人不能说啦 滴滴土土啦 那些人现在已经在干仓义啦 仓义啦 仓义水源这么低喔 没人不能说啊 到底这是什么 你解说说看 这公平吗 不能说啊 我举刚刚那个例子给他们听啊 对不对 我说一个贫民户 跟一个经济情况 不错的人 都是因为一月死亡 同时零十二万 应该吗 或者同时零两万 应该吗 是这样子吗 没有人会回答我 既然没有人敢对一位负责的 法案居然通过啊 我们是不是没有用功啊 我们是有愧对市民啊 改革都是困难的啦 但是改革也是要有条理的改革啦 这个明显不合理的 一位法案你不应该改革吗 就算拉回到两万 就是市政府把这个视为是社会福利啊 是一种福利的一种啊 对于往生者的一种福利啊 往生者的家庭的一种福利 往生者是不会花钱啊 对不对 好我再举一个例 你们听听看合不合理 不合理的地方不胜美局啦 庆竹难输啦 你们听听看 假如说 现在 有一个人 意外死亡 领了十二万 有一个人自然死亡 领了两万 假如说这个十二万的人 是一个甘苦人 领两万的也是一个甘苦人 当他领十二万的时候 搞不好他是意外 突然间 那就往生了 本来搞得心得不胜 一朗一朗的 突然间起脚的不胜跌倒 譬如说这样讲 他领十二万 一样是贫困的市民 他领两万 他生病 他长期而生病 或者三年 五年 八年 十年 做这个中间 他花了很多钱 他勤家荡产 他绝食省用 来资务这笔医药会 已经疼苦到死了 结果 他只可以到两万 我们不能看结果 生病都是死亡啊 死亡都是剥夺生命 生命没有分等级啊 这是正义吗 死亡都是一样 没人都会死亡 就一个结果 死亡可以分等级吗 你们是这样看待生命的吗 你的国际事业 你的下车事业 你的要求事业 你可以这样是吗 你的主人 高受死亡的 可以这样讲吗 你的条例 就是高度市民 你把死亡分等级啊 没有人到的政府啊 没有人到的政府啊 他这个过程中 他受尽拖满 结果他只能赶两万 这年他花很多钱了 他只能赶两万 这边 突然间他在中间 他会被你打拼 他病没有什么 之前病没有什么 因为他的病痛 他的身体发微很巨热开销 他突然间因为意外 他走了 他赶了十二万 这边花很多钱的 亲家荡产的零两万 合理吗 等一下回答我 合理吗 我拧点时间给别人讲啦 庆祝南书啦 再举例再有十个例子啦 非常不合理 可惜当初只有我反对 谢谢 好我们接下来请 陈志诚 陈议员 主席 在这个大家早安 我想这个条例 在自从没有保险 没有那个保险公司 不愿意保以后 继续有这个十万块 真的是 我们市政府的行政带多 为什么市政府的行政带多 因为保险是一种色性区域 什么叫色性区域 是这样的 你如果中间 你就拿得多了 什么都中间 没得到这种 拿两万 好像储蓄保险 意外险这些色性就说 你如果丢到 就十万块钱 我记得当初还曾经有一个 有一个是小偷 偷了钱以后警察追他 他跳下基隆河游泳 结果那个基隆河的宽度太 那个时候大概豪宇的时候 太宽太游不过去 也不是 所以是不是意外 当然是意外 结果中因为他 从事是违法的行为 所以因为违法行为 保险公司不理赔 后来针对这个事情 我就跟 跟这个保险公司的计较说 他当初你没有抓到他 你还不知道他是不是违法 你没办法证明 你没办法证明 你没办法给他 我们在做这三个也同样 我们在做企业的时候 发生这个 无论意外还是政省失望 较艰苦的我们都会去市場去找 签罪 我 对两万 也要签到多签到四万 这样 提到这个松家 这种社会缺制 要建制要努力 所以有一个理由 我去签我就 跟理由建制说 你做理事员 没带别人签 你自己再去签 签一条钱 不是他贵心 他有的人 我再把警察说 这是 华特有需要的 到后来就说 在厌变 厌变到后来 政府当然希望 我们有良相的钱 我们会做一些社会的好理 所以 这已经变成社会的好理 开始两万都有 两万都有 负担 政府说 负担是一样 干脆来保险 保险 保险就有这个 现在保险没有啊 之前 没有保险的时候 就是两万两万嘛 较艰苦 我们的社会 签到这个 这个 库中 签到 富翁所 签到市町去 签到这个 签到市町去 越签越大 再送给它 比较 看这个 更艰苦 怎么办 现在 没有保险嘛 没有保险 你用什么 回忆回来嘛 结果 市政府 没有保险 所以感谢 付这条纸 啊 现在用意外 跟这个 這個祖連西門來婚 我不知道說義娥和祖連西門 前面都是 前面都是過心的 那都是給人很傷心的事情 祖連西門 你按這個病時也動作祖連西門 去到蟲子中有肢卡病 翹翹 還是等個好 或是什麼 什麼吉他在病 沒有運動 沒有運動 祖連西門是因為這個器官衰竭 沒有辦法繼續穿蟲子 這是祖連西門 結果法北市也算祖連西門一種 變成這種就是兩萬 如果以外呢 發生態勢 無關於好爲什麼 還在幾十萬 我不知道幾十萬 不知道什麼意義 既然沒有特別的意義正人之下 我想 有關這個第二條這個報案 大家 這個 當然 沒有什麼意義 已經沒有什麼意義 四個月 是有什麼 四個月有投票館 所以有投票館說四個月開始 所以 如果設一個四個月就符合 三年三個月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我想 這個 只要 在我們這個時間 四個月以上 這個是 沒有什麼特別的作用 我就說 我剛才說 這四個月 是一個 比較好成的基礎 所以用這個基礎來做 應當時 對市民的管理沒有什麼應用 因為 複合這個時間 它就可以領 但是 有關這個十萬這個報案 我是認為 這個應當時 要十萬這個報案 要交這個修正案 通過把它 蓋住 因為 因為這十萬 剛才 我們 議員說得很多理由 但是最重要的說 這個 一外 四望 跟這個主連四望 並不說一外四望 就比較可能 主連四望 就不可能 我們這個基礎是 小福利 小福利就是 大家都一樣 對不對 兩萬就是兩萬 如果 所謂特別的基礎 我們就像 其他那樣的辦法 來幫忙 不要說因為一外 就幾十萬 一外四望 其實 這個 對市民來說 你說幾十萬 一年 總共差不多 一百通的 鼓 一百 一百 六個 因為這一百 六個 來 幾十萬 一千 六十萬 這補的 我相信 哪一檔 一檔 一檔 因為現在 政府 中央報酬 報酬的款式 幫你暗示 你提醒目標 可以 你目標 如果沒有 台中 電話標準 它 報酬的減少 給你減少 我們因為 幾十萬 中央報酬 又減少 政府 等到越來越沒錢 越來越沒錢 我們這個 本來的盔順 減少 政府要跟 米平 結果 因為這個盔順 做成說 政府的缺口 更大 財務缺口更大 所以 我譬如說 有我們整個 地方議選 有辦法 績度來增加 不要去用減少 第二 說 這十萬 對市民來說 沒有什麼特別意義 變成說 它要發生事情 逐年 到現在 這個議法西方 逐年增加 一百控零 一百控三 一百控零 一百控零 六十九月 一百控三 八十二月 一百控四 一百控六月 如果要說 你計算 這十萬 做成的議法西方 增加 這就是問題出來 當然 這是 這是一個機率問題 希望說 我們議法西方 越來越少 對市民的身體 生命的保障 更多 所以 在這前一 我譬如說 這十萬 做飯 不過運動還要給他 要照照照照 好 好 我想 各位同仁 大概是 好 好 我們再請 南民文來議員 謝謝主持 我想 本法 是應該要 進行修正 那為什麼 第一個 我們的 法 法 原的名稱是什麼 基隆市市民安全 意外保險自治條例 意外保險自治條例 我們過去就不對啊 我們是要保障基隆市民 意外死亡的時候 給他補助才對啊 這是第一個 所以我支持要修正 好 那這一次啊 有三個內容 第二點 第三點 我都同意 第二點要延長涉及時間 這個我同意 第三點 落實單一窗口 我也同意 但是第一點 我覺得不妥 為什麼 各位剛剛有提到 怕預算排擠 你的報告裡面啊 特別提到什麼 非法定的福利項目啊 舉債 高會影響中央地方的補助 那我就要請問社會處啊 假牙的政策 是所謂的福利政策嗎 去年我們臨時通過了這個東西 一年就要六千多萬耶 如果沒有推這個東西 我想也不必要去修法啦 所以你立場衝突嘛 我這邊有一個比較具體的建議給你參考 意外死亡 對於低收入的民眾來講 是非常重大的打擊 我們應該再加強這一塊啊 給我們的基隆市民 屬於低收入戶的 要怎麼保護他們比較對 你因為推假牙政策嘛 所以造成要省這一千多萬嘛 所以我這邊有個建議給社會處 我們應該針對意外死亡的部分 設牌務條款就好 低收入戶一樣可以 傾停到這所謂的12萬元嘛 各位想想看 其實低收入戶 他們當時又發生意外的時候 這12萬是很重要的耶 對不對 假牙的政策 不是每一個縣市都有在推喔 可是啊 這個這個 意外死亡社會福利 每個縣市都有耶 各位同仁 是不是這樣耶 所以我在這邊建議社會處 我們已經推了十幾年了 你現在貿然要完全去取消 我覺得這個是 不是很正確的啦 所以我建議本案先退回 那市政府下次再送上來的時候 意外死亡的部分 我們增加個牌務條款 而且我有跟基隆市的幾個保險公司聯絡過了 各位看一看一下我們報告的內容 意外死亡的一百零四年就一千兩百多萬啦 這部分啦 我就減 不然工具就要幫你補了 這邊花太多錢了嘛 這個是我事後 啊我了解以後 我提出來的建議 希望社會處啊 能夠聽進去 我建議先退回 下次會議再送上來 只要把那個 意外死亡啊 我們把它定為低收入才可以領 就沒有問題啦 而且保險公司會承難的啦 不信你去試看看 以上兩點建議謝謝 好 我們接下來請正寧議員 在警察市整陽議員 謝謝主席 那我想 市府送來的這個自治條例 對於護政方面 單一的窗口 我想我非常贊同 那麼這個手續的頻繁 造成他們的不便 我想單一窗口 我相信 是絕對是好的一個 那麼 對於刪除意外死亡慰問金 我是覺得這個已經實時已久 那麼也是市府的一個德政 那麼全民都已經知道 有這一筆的意外死亡 那麼大家對這個意外死亡 都有碰到的人 或者是沒碰到的人 都覺得 市政府這樣子的一個慰問跟關懷 覺得對家屬非常一個欣慰 那麼在這個緊急狀況之下 能夠給他們這個樣子的一筆經費 他們是真的 對市政府的德政 而且我相信 每一個人都說 齊悟 我們都不知道有這條 齊悟這樣做 真的很好 都感到非常非常的溫馨 已經失失已久了 全民都知道了 那麼你現在把它 把它刪除掉 我覺得非常不妥喔 那麼甚至有人用得獎來做比例 死亡跟意外死亡 用得獎來做比例 我是覺得非常非常的不恰當 那麼意外死亡真的是很不得已 他們也是非常的不願意 在不願意狀況之下 意外死亡 全家的人 每個人 活生生的出門 竟然意外死亡 那個第一線的時間 第一線的心情 是怎樣的感受 我們大家都要 將心比心 對待這些意外死亡的家屬的一個心境 所以今天市府能夠發放這個 意外死亡這個十萬塊錢 對家屬 不要說是一個慰問金 也是給他們一個幫忙 所以在這邊我想 對這個市府的這個得證 這麼久的時事已經這麼久 我是覺得非常贊成 繼續的 必須要這樣子的做法 不希望能夠再改 所以說對於送來的這個自治條例 我們也希望你退回去之後 再做一個更好的一個配套措施 讓我們認為需要幫忙他們 那麼這樣子的話 我相信這個自治條例 我希望說市府這方面能夠退回去 自己再重新的修正 重新的把更好的一個配套措施做出來 讓我們大家來看看 然後再來實施 這是我的意見 謝謝 好 我們接下來請楊市長楊議員 再請莊榮卿莊議員 針對市民 亡顧慰問金 本席有兩點意見 必須要在這地方才提出來 因為我們長期在地方做服務 我們面對的問題是蠻多的 但是不講出來呢 我們這個市政府好像始終不了解 你現在把犯罪行為處死或拒捕越獄 吸毒這些人排除在外 不發給慰問金 這些人他犯罪耶 沒有人會原諒他沒有錯 可是我們慰問金不是慰問死者 慰問金是慰問的對象是家屬 家屬有吸毒嗎 這些人長期在他們家裡造成的問題 死後呢他當然會傷心 但是真的畢竟還是清潛 畢竟還是要處理他後事 我相信吸毒或是約翼這些人呢 他不是說生活上是很能夠過的 但是如果說在這個地方 他發生問題死亡以後 我們家屬我們市政府把家屬認為也是一種犯罪的對象 不給他慰問 這個在我們幫助弱勢團體來講是一個很偏陀 很誤差的一個修正案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必須要提出來 另外我們現在工作大家都很忙碌 死亡的對象有一種是被列為兩萬塊的 就是過老致死的心肌梗塞 很多人都是過老死造成心肌梗塞 家庭呢發生問題 需要幫忙我們也是兩萬塊 那有錢沒錢的人呢 意外死亡通通有給他十萬塊 所以我認為呢 在現今社會 如果說是過勞致死這些家庭 就不應該只是兩萬塊 他家庭忽然間發生事故 就像我們社會救濟裡面有馬上關懷 那是中央我們地方 更必須要重視這些心肌梗塞 或是過勞致死這些人 他們家庭是面對的問題 所以這一塊如果說有發生急劇事故 我們社會救濟如何提出 針對這些家庭的慰問 是不是要在這裡裡面 或是在另外再提出來 過勞致死心肌梗塞這些部分 我覺得是經常我們面對的問題就是這樣子 年輕人三十幾歲心肌梗塞 他也沒喝酒 他就掛了 忙了好幾天沒有睡覺 掛了 所以他留下的家庭是需要關懷的 這一塊我希望社會處你能夠妥善 能夠予以處理 以上建議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請莊榮卿莊議員 謝謝主席 我想對於本案 我想本席在這邊也主張 將這個自治條例退回 我想我們對於這個 市民意外保險的這種慰問 我想已經實施多年了 從民國九十二年 他的精神就是要照顧 我們市民的人身安全 要減輕因意外死亡 因意外死亡及身心障礙之經濟負擔 所以才來訂定這個條例 來幫助我們這個市民 那已經行事那麼多年 那很多市民都已經享受到這個 市政府的這個德政 那我不知道說我們新政府 才一年多就要把這個 對於照顧我們這個市民朋友的這個德政 要把它取消掉 而且一年 如果說取消了 這一年才節省一千零六十萬 我想以基隆市政府的財政預算 一年有一千 一百七八 一百八十億左右的這個預算 一千零六十萬我想 對基隆市政府來講 我想是九牛一馬 所以本席在這邊 是建議我們基隆市政府 我們可以在自治條例做某方面的這種修改 譬如說讓他的手續能夠簡單化 但是照顧市民的這個德政 照顧市民的這個意外死亡的十二萬元 我想不宜給他取消 我想一年才 才沒有 沒有多少才一千零六十萬 一千零六十萬 我想這個是照顧我們 需要照顧的這些 我想一般的民眾 不會希望說去領到這個東西 去領到這個意外保險 意外問問請 是因為意外死亡 他不得不 我想沒有人願意 只是說站在政府的立場 我們有這方面的這個作為 是要幫助這些 碰到意外事故的 幫助這些市民朋友 所以本席在這邊還是主張 把這個自治條例退回 然後做個這個很完整的修正 比如說把那個手續 單一這個簡單化 然後我想對於這個 一般死亡跟意外死亡的金額 我想還是要維持原來的金額 謝謝 好我們還有同仁要發言 是不是我們等一下 先休息十分鐘之後 我們再請 第二次發言的 是不是請吳助長答悟之後 陳議員跟張肯慧之議員 我們再請你們發言 好不好 好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謝謝 好得人 出你不正義 太了 まぁ 妳 什麼 到了 發言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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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在加班的时候 然后意外死亡 然后你现在在剥夺了这一笔 我觉得真的会让我们觉得于心不忍 这是一点 那另外呢 你又要把时间延长为三年 那他的那个空窗期其实是蛮大的 有些人我为什么一直觉得 这三年实际上对于很多的家庭是 尤其是年轻的家庭 他是不公平的 为什么 因为有很多人他就是为了孩子读书 他户籍就迁走了 他可能考上北英尼 可能考上四大富州 他就迁了 迁过去以后 那那个孩子读在那边 或者是为了他要读什么 然后迁 迁了大概三个月半年 他又迁都回来了 他所有的就没有了 有很多是这样 甚至有些是什么你知道吗 有些他可能为了要领一笔钱或怎么样 就是某一些他就把户籍迁走 甚至我曾经有碰到过 其实我们选民服务里面也都有碰到过 有一个他就是因为孩子的问题 好像是要考试吧 然后他就迁出去 一个月而已 还签来什么都没有了 然后他就跟我讲 因为没办法 然后可不可以通融 那当然这没有办法通融 更何况我们通融市长也已经卸认了 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呢 这个这个 如果你把它 如果你说今天我们变成 如果你说四个月实在太短 大家会侥幸啊什么 你变成半年或一年 其实还可以 你三年说实在了 有点太磕了 这是一点 那另外呢 就是 我们一直在检讨说 我们可能预算不够 不要这样子想 为什么 我们有一个政策 每一年也花很多钱 那就假牙政策 对不对 一个家庭的死亡的人 跟另外一个 我需要假牙 你觉得哪一个重要 哪一个我们必须要 赶快去救他 我觉得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既然我们假牙建策 每一年可以变这么多的钱 而且我们大家 拍手拍手 其实我为什么不 假牙政策是歪的人 可以倒票你知道 所以我们大家觉得 拍手啊 觉得这个很好 死的人没办法 可是问题是 死的这一个家里的人 他更需要我们来协助呢 所以我觉得 是不是要退回去 再重新思考一下 我们要真的要站在 那个一家之主的 那些经济的来源 那个资助 突然间没了 我们要站在这个立场去想 我觉得真的有很多的 政策的施行 真的要有同理心 然后站在这个立场的时候 我们再去想 我们可能会比较圆满一点 这是我的意见 谢谢 好 我们先再请十四名市议员 我想 基隆市在我们社会处 最近几年来 很多的福利措施都一再一再增加 增加了很多 过去我们经常因为中级收入 成长的部分 这几年因为社会的需求不一样 措施越来越多 福利措施越来越多 你像刚刚处长讲的 有日照有长照 还有现在还有托育 有很多很多都是需要经费的 那我想啊 正在有一句台湾人 你说说麻糬秋来准 大扁就是这么大 这块扁就是这么大了 你怎么准呢 措施那么多啊 福利措施那么多 你又怎么去做分配呢 做分配啦 那钱要花在刀口上啊 不是花在刀背上啊 家的人 跟他经济好过 突然间意外死亡 你说多一个十万 够掉的啦 多给他多余的啦 对他们家里来说的话 是多余的啦 他本来经济情况就很好了啊 那你意外死亡又多个十万 有差吗 没差啦 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既然就是说市政委要做调整 要做做这些分配啊 这个福利措施的一些重分配 我个人非常赞同 非常赞同 特别就是说啊 这个条例啊 知识条例啊 里头还要把这个啊 申请窗口啊 做了一个改善 弄了一个单一窗口 他要申请的人啊 很方便啊 这么方便啊 那我们为什么不支持呢 我觉得这个政策很好啊 政策很好啊 那福利措施那么多 费用经费就是那一些啦 你如果没准来准去 刷来刷去 我们社会处是为了什么 外面对这些市民同胞说 我现在要再做什么东西 要再做什么东西 要穿分照顾大家 社会上 世界上需要是什么东西 现在大家 比较需要的是什么东西 我要来做什么东西 一定是准来准去嘛 一定是准来准去嘛 所以政策会做一些 会做一些调整嘛 会做一些调整嘛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啊 所以我非常赞同这个 这个资予条例的修正 希望他能够就是说啊 在本会能够通过 陈东仔咧 没有啊 好我们接下来我们请 秦宣警议员 秦宣 关于这个条例啊 今天同仁大家讲了很多 其目的啊 就是我们市政府要调整你的 所谓的整个财政 所谓预算的一个分配使用 但是你今天要检讨的话 不一定单一的针对 这一个案子来检讨 你应该把全你们社会部署 各局处的 该检讨的所谓的预算的案子 提出来大家共同来检讨 那刚才针对这个案子 大家同仁也讲的 这不是一个所谓的 所谓施舍 这是一个未住进 未问进 当然有贫富差距的问题存在 假设你认为这个案子 今天你在执行上 希望说更精进 更严谨一点 你提出所谓的修正案 而不是把它删除 单一窗口是什么 单一窗口让大家 在这个困难进行的处境之下 能让他很快速的 得到一个未住 我想这个12万的 一个意外的死亡 除了是给死者一个 安生那个赶路途为案的 一个经济的治愈案 其实对那个家庭 是在短期间的 所谓一个喘息的一个 为助跟帮忙的 所以你们考到这一点 你光七头四的平等 当然是好 但是在七头四平等 有所谓特殊的状况 特殊的困难的 家庭的经济之下 你如何去应对 你说有所谓的 相关的一些 社会救助的措施 其实那是都有条件的 偷一些边缘化 无法得到他们 这些条件所限制得到的 那我们今天这个法 就让这些边缘户的 他们得到政府的 及时的一个救助 假如任何执行上 认为说普及性 要富有人家 或者经济条件 他不需要这笔的救助金 你一定是相关的修正啊 而不是一昧的把它废掉 一旦一的闯口的说法 来废掉这个法 所以本席希望建议你 还是退回去 社会修正更严谨的 送到我们议会来 也希望市政府各局处 把你所谓的预警的 这些这个项目的一些预算 提到大会来 跟让我们大家共同来了解 到底我们市政府各局处 有多少预警的财政预算 暗藏在这里面 那这样对我们这种市政府 未来预算才有帮助啊 不是单一在这上面啊 公平心大家都会讲啊 但是在这里政府部门执政 执政市政的人 要去做这些检讨的啊 而不是一头下下去 就解决问题了 所以本期时间也还是退回去 请社会修正拒 拟定更严谨的所谓的办法出来 还有各局处 把所有预警的项目 都提到大会来 让大家了解 谢谢 好我们时间到 我们休息 下午再继续讨论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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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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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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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 感谢观看 感谢 明明明 明明明 感谢观看 感看 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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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